在議場上拋出話題 質詢市長曾文水庫是否要蓋光電設備 沒想到黃偉哲完全不知情 市長解釋 雖然曾文水庫在嘉義和台南交界 不過權責管轄卻非市政府而是南水局 這裡是台南北門區的盧竹溝港 已經有建置光電板設備 但要在水庫上種光電 恐怕沒有這麼容易 原來是曾文水庫上游的嘉義縣大浦香公所 計畫蓋光電設備 不過就怕影響下游水質 而且烏山頭水庫與曾文水庫 互相還有水管連通 影響範圍大到恐怕難以估計 光電板裡面它是那個隔 有重金屬的成分 如果說它破裂的話 或者是一些天在地邊的話 我覺得是有機會散發到我們土地 或者是我們水源裡面 建議還是不要去蓋比較好 避免影響到我們的民生用水 陳他教授洪飛翼也點出隱憂 強調光電板狠毒 雨水下載光電板也可能會造成有毒物外洩 若品質不佳 還可能會有滲漏情形 換句話說將會影響民生用水 水庫上蓋光電面臨極大反彈 後續還得如何滅火外界持續密切關注 靜新聞中央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